欢度新春总少不了一场合家欢的贺岁电影 那今年春节呢您是与妈妈一起看了有笑有泪的你好李欢英 还是与朋友共同为娱乐搞笑的唐人街探餐三贡献了票房呢 昨天晚上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邀请沈阳市民看了一场比电影更加古老的光影盛宴 感受皮影艺人闪电式魔术般的表演艺术 昨晚来自中国民间皮影艺术之乡 朝阳陵园市的民间艺人们举办了陵园皮影戏专场演出 带领沈阳观众走进一口述说千古事双手对五百万兵的艺术世界 听《琴声登影》里的古运唱香 看百年前的传奇故事 摘了三个摊折的戏 看第一个是水门金山 就是白者传中花海把许贤扣住之后 白娘子要他们水门金山 最后把许贤救出去 皮影戏是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一个项目 在辽园的发展应该说是近期年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不仅有陵园皮影戏 还有富州皮影戏 并且这些是很多次外来的 比如说陵园皮影戏就是由唐山传入的 这些年的在辽宁地区的传承 保护与发展 皮影戏是集雕刻 伴奏 演唱 操纵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 它属于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统戏剧类项目 2011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陵园皮影戏属于纪东兰州皮影为中心的 北方皮影流派中的重要一致 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陵园皮影戏操纵表演又规范程式 每位艺人均有各自擅长的技艺 如有的艺人换茶子迅速 有的善拿长靠和短打等 被称为闪电式魔术版的表演艺术 通过微博 网易等网络平台进行线上直播 同时我们现场也来了很多热情的观众 通过线上线下互动直播的方式 给大家带来一个多姿多彩的 具有地域戏剧特色的文化年 中国年 记者 同号刘超报道